穿白色上衣的男子手拿水管 在公車擋風玻璃前揮舞 大馬路上肉身擋車駕駛俱在 男子居然拿起水管往車身狠狠一邊 22晚間9點多 新北市樹林保安地下道口 35歲的溫馨男子喝到爛醉 想搭計程車返家被拒絕 跑到馬路上大鬧 要求公車開門讓他上車 眼看威脅起不了作用 男子還有別招 雙膝下跪上眼苦肉劑 又是磕頭又是雙手合十 但醉成這樣司機哪敢開門訪人 他自己說因為在工作場合上 跟同事相處不太融洽 心情不佳 所以有點喝得比較失態 一坨95分鐘民眾看不下去報警 警方到場將男子帶回酒廁 酒廁值高達0.56 公然擋車的行為已經明顯觸法 被依妨礙自由跟公共危險罪送辦 記者楊子堅 坦可萌 新北市採訪報導